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加拿大深度节目 今天我们要挑战大家的思维 探讨一个令人震惊且持续发展的国际事件 国际刑事法院 ICC的检察官正在密切监控委内瑞拉的局势 在那里 终于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安全部队正对异议进行镇压 逮捕了超过2000名反对者 即使有证据显示他在选举中输掉 马杜罗仍然声称胜利 并呼吁民众使用政府应用程序举报选举怀疑者 ICC检察官卡里姆汉强调了法治的重要性 并呼吁提交相关证据 这一切都让我们不禁要问 国际社会能否对此事有所作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种下的委内瑞拉烈日制考着大地 但更为火热的却是国内的政治气氛 7月28日的总统选举成为了这个南美国加薪的政治焦点 随着选举结束 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自豪地宣布 自己已超过2比1的比例获得了第三个任期 然而反对派和国际观察家们却用强有力的证据证明 马杜罗实际上是输掉了选举 在海牙 国际刑事法院 ICC的检察官卡里姆 汉密切关注着这一切 周一 他的办公室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 明确表示正在积极监控 委内瑞拉的局势 声明中提到 当地安全部队在选举后对反对派进行了严厉的镇压 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000人被捕 汉的办公室已经与委内瑞拉政府进行了高层级的接触 强调法治的重要性 并提醒当局所有人都应该受到保护 免于可能构成罗马规约犯罪的侵害 罗马规约作为ICC的创始条约 对法院拥有管辖权的犯罪类型进行了详细的界定 马杜罗对此并未显示出任何退让的迹象 他在国家电视台上强硬表态 绝不会有任何怜悯 他的政府甚至呼吁民众通过一个原本用来报告停电的 政府运营应用程序来举报选举怀疑者 同时马杜罗还表示 政府正在翻新两个由帮派控制的监狱 以容纳预期中大量的反对者 这个行动背后的动机 无疑是提高对反对派的威慑力 但它也让外界对委内瑞拉的未来充满了担忧 与此同时 美联社的报道揭示了更多的细节和背景 一些联邦官员透露 武器上的DNA证据显示 前美国绿扁帽参与了未遂的委内瑞拉政变 这让整个事件变得更加复杂和敏感 国际社会的关注度也因此剧增 马杜罗对X 前称Twitter和WhatsApp的打击行动 更是加剧了这一切 压力之下 他不停强调自己在委内瑞拉的胜利 但外界对此的质疑声却从未停止 ICC对2017年委内瑞拉选举后的暴力事件 曾展开过持续调查 但遗憾的是 迄今为止尚未寻求任何逮捕令 汉在2021年底宣布 在经过长时间的初步调查 和2018年阿根廷、加拿大、哥伦比亚、智利、巴拉圭和秘鲁的正式转介 即要求调查 后他决定正式开展调查 这项调查现在仍在进行中 汉的办公室设立了一个在线门户网站 用于提交潜在的证据 如果任何个人或组织有可能与这项持续调查相关的信息 我们欢迎您提交这些信息 汉在声明中表示 他的言辞中透露出对正义的渴望 以及对那些在暴力事件中受害者的同情 这一切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各大媒体的报道不断 揭露了更多细节和背景 美联社的报道尤其详尽 他们深入调查了选后委内瑞拉对镇压的恐惧 当地居民生活在恐惧之中 害怕一不小心就会被扣上反对派的帽子 然后被关进那已经翻新的监狱 在马杜罗的强硬态度背后 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压力的国家 他的一些支持者认为他的强势是保持国家稳定的必要手段 但更多的人 尤其是反对派 则认为他的行为是对民主的践踏 是对人权的侵害 这场政治风暴将走向何方 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能否对事态产生积极影响 也有待观察 但可以确定的是 委内瑞拉的未来将深受这些变数的影响 而全球的目光也将一直投向这个南美洲的国家 关注着他下一步的命运 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委内瑞拉的最新报道 可以访问美联社的网站 httpsappnews.com hub venezuela 这里汇聚了最新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为我们揭开了这场政治风暴的更多内幕和真相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国际刑事法院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 检察官正在密切关注委内瑞拉的局势 这与该国在争议的总统选举后的反对派镇压有关 总统尼古拉斯 马杜罗的忠实部队 在选后大规模逮捕反对者 和选举质疑者超过2000人因此被捕 尽管有证据显示 马杜罗在选举中失败 但他仍宣称自己获胜 ICC的检察官卡里姆 汉德办公室发表书面声明 表示他们正在积极监控委内瑞拉的事件 并已收到有关选后暴力 和其他指控的多份报告 声明还指出 检察官办公室已与委内瑞拉政府 进行了高层接触 强调法治的重要性 以及保护所有人 免受可能构成罗马规约犯罪的侵害 罗马规约是ICC的创始条约 规定了该法院的管辖权和犯罪类型 自2017年委内瑞拉选举后的暴力事件以来 ICC对该国的调查一直在进行 但尚未发出任何逮捕令 2018年 阿根廷、加拿大、哥伦比亚、智利、 巴拉圭和毕鲁正式转介了对委内瑞拉的调查请求 2021年底 卡里姆、汉宣布将开展对委内瑞拉的调查 这显示了国际对该国人权问题的关注 在当前局势中 委内瑞拉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反对声音的打压 马杜罗呼吁市民通过政府运营的应用程序 举报选举质疑者 并表示正在翻新两个由帮派控制的监狱 以容纳大量预期中的反对者 马杜罗在国家电视台上强调 将不会对反对者有任何怜悯 此外 ICC检查官办公室也设立了一个在线门户 鼓励个人或组织提交 可能与持续调查相关的信息 这反映出 ICC对收集证据和进一步行动的重视 联邦官员的报告指出 未遂的委内瑞拉政变中涉及了前美国绿扁帽 这进一步显示了国际因素在该国局势中的影响 美联社的报道也详述了选后委内瑞拉的镇压恐惧 ICC的介入和持续监控 对委内瑞拉政府构成了一定的压力 要求其遵循国际法和人权标准 然而 迄今未止 具体的国际司法行动尚未展开 仍需观察未来事态的发展 如需更多有关委内瑞拉局势的报道 可以访问美联社的相关页面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 让我们从一个历史角度看 国际刑事法院 ICC 这次对委内瑞拉的监控 是一个正义之举 大家还记得1998年 罗马规约的缔约吗 当初就是为了防止这类政府暴行 才设立的机构吗 现在 马杜罗这个小丑居然厚颜无耻的篡改选举结果 还敢压制异议 真是令人发指 ICC可不能做事不理啊 要不然 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正义可言 哎呀 楚天书 你说的好像ICC是什么超级英雄一样 实际上它的效率可不咋样 这不是我说的 罗马规约都快成了国际笑话 你看 2017年委内瑞拉选举后暴力事件 ICC调查了这么多年 结果呢 连个逮捕令都没发出来 马杜罗那家伙可不怕ICC 感觉就像看了一部拖延剧 主角一直没出现 琪琪 你这魔说可就不公平了 ICC也是各庞大的机构 调查这种复杂的国际案件需要时间 而且ICC在过去已经成功起诉了向卢旺达种族灭绝和前南斯拉夫战争罪犯这类的重大案件 难道你忘了米洛舍维奇那位大哥 他可是最后被逮捕并送上法庭的 要给ICC一些耐心 正义可能会迟到 但绝不会缺席 楚天书 你说ICC是正义的化身 但他的效率真是令人捧腹 根据一项报告 ICC自成立以来 仅仅完成了不到十件案件 却花费了超过十亿美元 你这不是让人有理由怀疑他的效率吗 说不定马杜罗那家伙早就逃之夭夭了 等ICC调查完 他可能都已经在加勒比海享受日光浴了 对于这样的情况 我们能指望ICC吗 笑话 奇奇 说得好像马杜罗真能跑得掉一样 如果每个国际罪犯都能这么容易逃脱 那罗马规约岂不要成了笑柄吗 你不要忘了 国际刑事法院的存在 是为了给受害者一个交代 是为了让那些无法无天的暴君心存忌惮 你看 马杜罗现在连推特和WhatsApp都要打击 他这不是心虚又是什么呢 ICC的威慑力 还是存在的 哎呀 楚天书这么说来 你还真是对ICC抱有华丽的幻想啊 现实是很多国家根本就不承认ICC的管辖权 美国 俄罗斯 中国 这些大国都不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 就算ICC真的发出逮捕令 马杜罗可以躲到那些不承认ICC的国家 继续当他的皇帝 这样看来 从实际效果来说 ICC就是个国际秀场 更多的是象征意义吗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大家看过来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委内瑞拉的最新状况 简直是一部政治惊悚片啊 国际刑事法院 ICC 可是盯上了委内瑞拉 当地安全部队对异议人士进行了镇压 今年7月28日 总统尼古拉斯 马杜罗宣布自己在总统选举中获胜 结果引发了轩然大波 虽然有证据显示他其实输得挺惨 但这位总统还是坚持自己是赢家 为了维护这胜利的尊严 马杜罗政府可真没手软 已经逮捕了超过2000名反对者 ICC的检察官卡里姆 汉娜可是忙得不可开交 他们表示正积极监控这场闹剧 他们还收到了不少关于选后暴力事件的报告 这些报告让他们的脑袋简直快爆炸了 汉的办公室强调 与委内瑞拉政府进行了高层次的接触 并且提醒大家法治的重要性 毕竟罗马规约可是ICC的法宝 他规定了ICC的管辖权和犯罪类型 用来判断这些镇压行为是不是构成国际犯罪 更夸张的是马杜罗还对社交媒体X就是以前的Twitter和WhatsApp下了狠手 想要封杀所有质疑他的声音 这种操作简直是防火防盗防网民 联邦官员甚至发现 前美国特种部队成员可能参与了一次未遂的委内瑞拉政变 这场选后镇压让人们感到心惊胆战 马杜罗还呼吁大家用政府应用程序举报选举怀疑者 这应用程序起初是用来报告停电的 现在摇身衣变成了举报神器 马杜罗在电视上放话 表示绝不会对反对者手下留情 并且正准备翻新两个由帮派控制的监狱 以容纳预计的大量反对者 这一切听起来简直像是电视剧《纸牌屋》的剧情 让人不惊则舌 ICC对委内瑞拉的关注并不是一时冲动 自2017年以来 他们就一直在追踪这个国家的选举暴力事件 2021年底 卡里姆·汉宣布在多国正式要求下 将对委内瑞拉展开调查 目前调查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ICC还开设了一个在线门户网站 欢迎有相关信息的个人或组织提交潜在证据 这下子大家可有机会当线人了 总的来说 委内瑞拉这出政治闹剧让人目不暇给 从选举风波到社交媒体打压 再到监狱翻新 马杜罗政府的一系列操作让人防不胜防 这场风波还远远没有结束 接下来的发展肯定更加精彩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ICC和马杜罗政府之间的这场猫捉老鼠游戏最终会如何收场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